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再一起继续学习 《大乘启心论》和欧仪大师的练网书 我们现在学习到了正发心 正发心完了以后 我们上一讲讲了发心的心相 有三种心 一 真心 无有分别固 二 方便心 任运力他固 三 夜时心 微信其面固 然后呢 我们呢 讲完这种三种发心的心相之后呢 我们又 我们又讲了 就是说 讲了他这个 满正 满正就是 这个刚开始正发心的时候呢 他还没有正德福德智慧 二种庄严 还没有完全圆满 他圆满以后呢 我们说 他的色究竟天 实现成最尊圣身 那么 讲完这一段了 完了以后呢 下面呢 有两个疑问 这是偶一大 这是这个 马明菩萨自己呢 写到这的时候提出两个疑问 这两个疑问呢 一个就是一切种质 对这个一切种质的这个疑问 再一个呢 就任运利他的 任运利生的疑问 意思就是说 你正发心之后 这个 这个 心相都没了 无明也没了 他怎么能够了解一切种质呢 他怎么具备一切种质呢 再一个呢 他怎么能够任运利生呢 就是 任运的意思呢 就是自然的意思 那么我们还是 先看一下这个 原文和偶一大师的著述 这样的话 我们再回过头来学习呢 就比较清楚一些 那么 这两个疑问呢 我们是 马明菩萨做了解释 我们先把原文读一遍 问 那这就是提问题了 虚空无边故 世界无边 世界无边故 众生无边 众生无边故 心形差别 亦辅无边 如是境界 无有其限 难知难解 若无明断 永无心相 云和能了一切种 成一切种质 达一切妄境 从本以来 理实 为一心 为幸 一切众生 执着妄境 不能得知 一切诸法 第一异性 诸佛如来 无有执着 则能陷见 诸法实性 而有大智 显照一切 染尽差别 以无量 无边 善巧方便 随其所应 利药众生 利药众生 事故 妄念 新灭 了一切 一切种 成一切种质 那么这是 启信论的原文 那么 偶一大师呢 在后边 就这段 就这段 经文呢 他做了 主书 现见诸法实性者 根本至 正真也 显照 染尽差别者 后德至 照俗也 了俗 由正真 故说为 后德 如眼 除魔 见空 见色 非国有 先后也 于并可知 我们回过头 再看看 然后他这个 启信论的原文说 提问题 虚空无边 虚空无边 近虚空边 瓦界 无量无边 没有边际 那么在这个 没有边际的虚空当中呢 有很多世界 虚空无边 故 因为虚空没有边 所以世界的存在 也就没有边 世界也就无量无边 就很多个世界 世界无边 世界无边故 因为世界 是无边的 无量无边的世界 那么 众生无边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 所生存的众生 也是无量无边的 就是人数之多 也是无边的 无量无边的 众生无边故 因为众生 是无量无边的 很多 数不过来 那么心形差别 亦附无边 那么这些众生的心形 他们的起心动念 他们的烦恼习气 心形 各个差别 他们的这个 心理的行为 各个差别 那么这个差别当中呢 主要是两个仗不一样 一个是 所知仗 第二个是烦恼仗 各个都不一样 那么 心形差别 亦附无边 也就 心理的活动 心理的想法 那就更是 无量无边了 如是境界 就是这样 这种情况 境界就是这种情况 境界就是情况 如是境界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 无有其限 就根本就没有 没有其限 就是没有限制 没有一个范围 没有一个范围 没有其限 难知难解 就从量上来讲 从量上来讲 是没有其限的 是没有限制的 这个难知难解 难知呢 就是难于认识 这么多东西 你认识都认识不过来 难解呢 你也不能理解它们 难知和难解 是两个概念 难知呢 就是我们 确确实实是 好多东西 认识不到 不是 就根本 就不能关注到 比如十件事 我只能关注到五件 那剩下的五件 我就没有关注到 这叫知 不知道 那么难解呢 难解就是难于理解 难于理解 若无明断 如果我们的无明断了 永无心相 你看我们说 我们有无明 一一绝国 有不绝 生三种相 那么第一叫无明夜相 第二叫能见相 第三叫境界相 那么三细相 那么三细相 后边就加了六粗相 这三加九 三加六 都是我们说的心相 心相就是心 永无心相 就是没有心的存在了 无明一断 你看看 这个 我们体系论上说 这个 惯惜利固 无明则灭 无明灭固 心相不起 心不起来了 心不起固 境界相灭 如是一切 染阴是无明 染源是妄境 心相都灭 明得涅槃 那你无明灭了 心相就没有了 因为什么呢 所谓心相 就是八十 八个心王 八个心王起作用 叫心锁 一共五十一个 那么这个八个心王 再加五十一个心锁 就是我们说的心相 那么这个八个心王的产生 完全是由于无明的产生 那么 那么你看我们起心了 自信清净心 因无明 自信清净心 因无明风动 起尸波浪 这个无明像到风一样 吹在自信清净心的 这个心海上 起尸波浪 那无明断了呢 永无心相 心相就没了 那么心相没了 就是说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 这个能力就没了 他是这么解释 他提的问题就是这个心 心不起来了 心不起来了 云何能了一切种啊 心相没有了 等于心就灭掉了 心的相状没有了 心的相状没有了 八个心王不存在了 八个心王不存在了 云何能了一切种 成一切种之呢 那怎么能够了解一切种 这一切种 就是所有众生 在因地成佛的种子 那我们怎么能了解他呢 我们心相都没了 八十都不存在了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了解 这么多众生 他们在因地的 成佛的种子呢 如何能了一切种 如果这个一切种了解不了 我们怎么造就我们的 所谓的佛具备的一切种质呢 就提着问题了 这当中呢 就提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无明如果断了 就没有心相 八十心就不在了 八十心不在了 我们怎么能够了解 一切众生成佛的种子 那么我们不了解 一切众生成佛的 因地的种子 我们怎么帮助他们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们 那么我们如果帮不了他们 我们怎么能说 我们有一切种质呢 就这意思 那么这里边呢 就前提到一个 一切种质这个概念 一切种质是佛质 一切种质是佛质 是在无明断了之后 所产生的一种质 那么我们说 一共有三质 一般通常我们讲有三质 这个三质呢 这个三质呢 我们查了字典之后 我们看一看 这三质是三种不同境界的 这个圣者 圣者 他们所具备的 那我们通过查证完这个字典 把这三种质啊 给大家讲清楚之后 大家就明白了 是怎么个意思 那么三种质呢 第一种质 叫一切质 为于一切内法内明 能知能解 内法就讲佛法 就是说 对于一切佛法的 佛法当中所包括的法 和他的名相 能知能解 能够知道 也能够认识 也能理解 一切外法外明 亦能知能解 就是佛法以外的外道 像他们这些法 这些名字 也能够 他们的法 就是他们的道理 和他们的名相 我们也能够知道 也能够理解 是名一切质 这一切质是谁具备的呢 这就叫做一切质 我们再念一遍 一切质 为于一切内法内明 能知能解 一切外法外明 亦能知能解 是名一切质 即生文原觉知之也 这是生文和原觉的智慧 就是二乘的质 叫一切质 内法内明者 为理内所权法相 即能权名字 那么内法内明 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解释了 也就是讲 理内所权法相 就是说 以这个佛理内部 在佛理内部 你要所解释的这个法相 叫内法 你不是要用名相 来解释法吗 那么你所解释的法 这个叫做内法 那么内明呢 就是你用这个 为理内所权法相 即能权名字 所权的法相 所解释的法相 叫做内法 能权的这个名相 名字 名文字和概念 是叫内明 一个是能 一个是所 所权的理 叫做内法 能权的这个文字和概念 叫做内明 那么盖 佛教的总来讲 总体上来说 佛教一理而说 佛教是靠 说道理的 一理而说 故名 理内也 故名 理内也 所以 我们佛教是 一理 来讲的 所以我们管 佛教也叫 内理 外法外明者 即理外所权法相 即能权名字 那么 外法 外明 这四个字 什么意思呢 就是理外所权法相 就是佛教理以外的 那些外道们 他们所解释的理 所被解释的理 叫法 叫做这个外法 那么能解释 这些外法的 这些名相 叫做 叫做外明 那么盖 那为什么管 管那个外道 叫做理外呢 因为外道等 唯理恒记 是违背道理的 是这个 恒就是不讲道理的 错误的认识 恒记 恒行霸道的恒 记呢 记就是思考 错误的思考 盖 外道等 唯理恒记 顾名 理外也 是在理以外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 管这个佛教叫理内呢 是因为佛教是依据道理而讲的 所以叫理内 那么理内 我们叫 这个 内法 内明 就是说 佛所讲的理 是我们所要解释的 所以 并且我们用什么来解释佛教的理呢 用明相 那么叫内法内明 那么 这就是讲 一切智 位于一切内法内明 能知能解 一切外法外明 亦能知能解 是明一切智 是明一切智 那么谁具备这个智慧呢 升温元觉 智智也 二乘 第二个呢 叫道种智 第二个叫道种智 道路的道 成道的道 种子的种 意思就是说 我们能够用诸佛的一切道法 八万四千法门 三十七道品 六度四摄等等等等 发起干嘛呢 发起众生一切善种 让众生 这个阿兰耶实里边种下善种 是明道种智 你看这个道就是用佛 用佛的一切道法 发起众生的善种 这个是种 叫一切种智 叫做道种智 道就是佛的一切道 种的就是在众生 这个阿兰耶实里种下善道的种子 叫善种 所以是明道种智 即菩萨之智 这是菩萨的智慧 菩萨的智慧 那么第三种 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 叫做一切种智 为能以 就是讲啊 能以一种智 知一切道 知一切种 就是能用一种智 来知道一切道 就是佛度化众生的道 一切道他的能知 知一切种 知到所有众生 成佛的种子 因地的种子 我们看的解释 就是能以一种智 知一切道 知一切种 是明一切种智 即佛之智也 就是佛的智慧 佛的智慧 那么一切道 就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诸佛之道法也 所有佛度化众生的道法 全都知道 叫一切道 一切种者 什么叫一切种呢 就是一切众生 知因种也 还没有成佛之前在因地 是众生的状态下 他的种子 他的因种也 他是成佛的种子的状态 叫因种 还没有成佛 是在因地 所以叫因种 那么看来 一切种智 是再强调一遍 一切种智 为能以一种智 知一切道 知一切种 是明一切种智 即佛之智也 就是佛的智慧 那么这里边说 云和能了一切种 这一切种 就是一切众生 成佛的因种 这一切种 成一切种智呢 一切种智呢 就是说 那么你因为 你没有了心相 你无明断了 心相没有了 你怎么能了解一切种 成一切种智呢 就这个意思 那么 达 马明普在这达 自问自答 达一切妄境 从本以来 一切妄境 我们现在看到的六尘境界 色生相畏处法 色生相畏处是物质 法呢是精神 无论物质和精神 它的这种境界 所谓境界分成两类 就是色法跟心法 那么色法跟心法 一切妄境 就包括色法跟心法 从本以来 从根本上 它产生的那天开始 从它产生的地方 我们来讨论它 理实 理上来讲 实实在在 唯一心为心 从理上来说 实实在在 它是靠一心为本性的 唯一心为心 只是一心 只是一心 一心是这些妄境的本性 所以妄境很多 妄境很复杂 有物质 有精神 有色法 有心法 但是 谁成就的这些妄境呢 是这一心 一心是这些妄境的性 理实 唯一心为性 一切众生 所有的众生 没有成佛之前 没有放下无名之前 你看什么叫众生呢 众生 怎么产生的呢 以心意识传 其心中说 众生产生的前提 是因为有心 有义 有识 心就是阿里耶识 义就是莫纳 识呢 就代表前六识 是有八识产生的众生 所以众生是个假名 它实际上 就是描述八识的存在形式 我们管 有八识的叫众生 那么一切众生 执着妄境 是众生 所有的众生 都对 他身外的境界 色法 心法 物质 精神 执着 把它当成真的 把它当成真的 那一切众生 执着妄境 不能得知 一切诸法 第一一性 他们不能够 得知 不能够 得到这样一种认识 一切诸法 第一一性 不能够认识到 一切诸法的 第一一性 第一一性 相当于真谛 相当于真谛 那么他们只是在俗地上 俗地和真谛 第一一性 所有诸法的第一一性 就是所有诸法 不变的真如性 就是不变的一心 这个实际上 是诸法的实性 诸法的实性 他们认识不了 这种诸法的实性 也叫第一一性 第一一性 众生因为执着这些妄境 不能够认识到诸法的第一一性 认识不到诸法的不变的真如性 认识不到诸法是以一心为性的 诸佛如来 诸佛这讲了众生了 众生因为他有无名 有无名产生了不觉 不觉呢 他产生了心相 这些心相呢 有八种心王 有五十多种心锁 这心王心锁在一起 那么产生了 这个执着 产生了妄想 妄念 那么这些执着 分别 无名 认识不到 认识不到 不能够认识到 诸法的第一一性 诸法的真性 那么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由无名所引起来的 就是妄心 妄境 那么 妄境的产生 是由于有妄心 由于有妄心 所以才产生了妄境 而妄心 是因为无名产生的 无名 就是无始无名 因为有无始无名 产生了妄心 因为有妄心 所以产生了妄境 这个妄心 又攀缘这个妄境 执着这个妄境 心不见心 无相可得 等于眼睛 要反过头来看 自己眼睛 是没有相的 那么妄境是虚妄的 妄境是虚妄的 所以呢 他们因为这样一个原因 所以 有无名 产生了妄心 只有了妄心 产生了妄境 那么妄心 又攀缘妄境 执着妄境 所以呢 他们不能够得知 一切诸法的第一异性 其实他不知道 你所看到的 能看的心 所看到的静 都是第一异地 都是这异心 是异心变现的 能也是异心 所也是异心 能观的心 能攀缘的心 跟所攀缘的静 都是异心 这个 以异心为心 原来是没有能锁的 原来是平等的 所以这些众生们 执着妄境 导致于 他们最后不能对 这个平等的真如性 和异心性 认识不到 诸佛如来 相反的说来 诸佛如来 无有执着 诸佛如来放 克服了执着 克服了这个分别 灭掉了无名 则能无有执着 则能献见诸法实性 那么他们就能够 献见 看到 亲自看到 献就献量的意思 献见就是 亲自地看到 诸法的实性 不是听别人说的 是他们自己证得了 献见诸法实性 所有法的本质 就认识到了 而有大智 显照一切 染尽差别 有大智 显照 献见诸法实性 那么献见诸法实性 偶一大师在说 所谓献见诸法实性 就是根本质 正真言 根本质 正真言 那么我们说 根本质 我们前面学过 根本质呢 我们 我们起心论叫做 真如根本质 那是用来 证得真如的 那么这个真如的根本质 它克服的是 烦恼障 烦恼障 就是我们说的 六种染心 这个染心 为什么有了染心 我们就 证得不了真如呢 我们说这一心 有两种特性 一个是真如性 一个是生灭性 我们要想 证得这一颗心的真如性 我们必须得 把我们的染心 克服掉 染心 也叫烦恼障 必须把烦恼障 克服掉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烦恼障 有六种染心 这六种是能 所执着的是妄境 所以能和所就产生了 起心论说 执着 无量能取 索取虚妄境界 唯一切法 平等之心 一切法 平等之心 就是真如 那么因为你有六种染心 你执着 无量能取 索取的虚妄境界 所以你就 挣不得 真如的平等性 那就是不是 就障碍了 根本质 叫烦恼障 障碍了 根本质 那么我们现在 这个染心没有了 染心没有了 是因为无明没有了 无明没有了 我们的六种染心 不存在了 六种染心 不存在了 我们就没有 就没有 这个能取 索取的虚妄境界 那这种情况 就解决掉了 解决掉以后 我们证得了 根本质 我们拥有了根本质 我们根本质 拿来干什么呢 拿来证得真如 证真 这下话 我们就见到了 诸法的实性 就是它的真如性 现见诸法实性 而有大智 显照一切染境差别 显照染境差别者 欧义大师说 显照染境差别者 后德智照俗也 后德智就是对 因为我们一心有二门 我们根本质是为了 证得这心的真如性 我们的后德智 是为了解这个心的生灭性 心的生灭性叫做俗性 心的真如性叫做真性 真俗二性 真性靠根本质来证 俗性 照俗是要靠后德智 后德智 后德智 那么我们在启心论里面 叫世间业自在智 对世间 世间不就生灭吗 就心的生灭所产生的现象 世间业 那么这个世间是生灭的 心的生灭性的反应 因为心有生灭性 所以产生了世间 众生在这个世间的一报里边 造业 世间业 那么我们对这个智 我们对这种情况要了解 自在智 就是后德智 通达明瞄 也叫做俗智 后德智照俗也 那么什么东西障碍了我们认识新的生灭现象 所产生的世间和众生在世间当中造的业 什么东西障碍我们去了解世间 以及世间众生所造的业呢 佛在那个启心论上说 是所知障 就是无名 所以我们有两种障 一种染心者是烦恼障 能障真如根本智故 无名者是所知障 能障世间业自在智故 世间业自在智就是我们说的后德智 什么东西障碍我们获得后德智 去认识世间业呢 去认识世间呢 去认识众生呢 就是因为无名 我们无名所知道的 不知道真法一故 没有认识到世界的法是一 像这种情况 像这种情况 他所知道的这种限制 他所知道的内容 障碍了世间业自在智 就是障碍了后德智 那么把无名给去掉 把无名给去掉 我们就得到了后德智 就得到了后德智 就是世间业自在智 对新的生命现象通达明了 就是叫赵俗 赵俗获得了 所以现见诸法实性者 根本智正真也 显照染境差别者 后德智赵俗也 所以他为什么能够 能够诸佛如来能够这样呢 那么是因为诸佛如来 无有执着 克服了执着分别和无名 则能现见诸法实性 获得了根本智 获得了根本智 真如根本智 那么显照一切染境差别 就是世间业自在智 那他这个两个智 大智 而有大智显照一切染境差别 他这个大智 包括两个 一个是根本智 一个是后德智 那么能照料一切染境差别 那么他之所以能够显照一切染境差别 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 因为 现见诸法实性 因为他获得了根本智 他对诸法的实性 能够证得 能够认识到 所以这种智启用 根本智发挥作用 他就能显照一切染境差别 显照一切染境差别 就是后德智诏俗 照就是明白的意思 了解的意思 通达明了的意思 那么怎么办呢 以无量无边善巧方便 随其所应利要众生 你不能说光显照一切染境差别 你对事情了解不行 你能不能帮 能不能有很好的方法 很善巧的方法 去帮助 那些感应我们的众生 随其所应 根据他所应 众生感我们 那我们这些如来 去应这些众生的感的时候 随其所应 根据他所应的 这种情况利要众生 那这些感的众生们 感的众生们 那我们去应他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 以无量无边的善巧方便 帮助他们 那么他说行 那他说行 为什么他能行呢 你看起心的他说 一于静止 能起一切圣妙境界 为如来身 具足无量 增上功德 随众生根 视线成就无量力 就这道理 因为他有静止 那这个静止 就是我们说的根本志 跟后德志 这都是静止 静止 那么这个静止 能起一切圣妙境界 就是我们这里说的 无量无边的善巧方便 随其所应 根据菩萨们 根据这些如来 所应的这些众生 他们的需求 根据这些 感这些如来的 这些众生们 这些众生们的情况 根据他要作画的 在赶这些诸佛如来的 这些众生的情况 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 利要众生 就是我们齐心的上说的 一于静止 能起一切圣妙境界 为如来神 具足无量 增上功德 很强有力的能力 创造性 随众生根 视线成就无量力 随着众生的根 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 随着众生的六个根器 视线 做视线 你有眼 我就视线成色 你有耳朵 我就视线成生 你有身体 我就视线成 能够触摸你的身体 能够触摸你的头顶 能够给你盖衣服 能够抚摸你 那么就是 随众生的根 视线 它就视线成 你这六根 所能接触的 这种情况 随众生根 视线 完了以后呢 成就无量力 帮助众生成就无量力 就是这里边说的 利要众生 它之所以能这样做 就是因为 它有根本质 跟后德质 而根本质 后德质 就是我们这里边说的 大质 显照一切染性差别 所有的染性 这个 这个生灭门 所产生的这些生灭法 它全都能够 全都能够认识到 你看我们说 诀相有四种大意 第二个大意 叫真实不空 真实不空 这个大意 真实不空大意呢 就是一切法 圆满成就 无能坏性 一切世间境界之相 结于终现 这不就是显照 一切染性差别吗 一切世间境界之相 所有这些世间的境界 它全都通达明了 这个境界 无外乎就是精神境界 和物质境界 精神境界和物质境界 凑合在一起 叫五蕴 形成了我们众生 叫友情 没问题它能理解 那么众生以外的 这些无情的世界 它也能够了解 一报正报都能了解 显照一切染尽差别 以无量无边善巧方面 就是说 如来身具足无量增上功德 那这些功德 那这些功德就是我们这里说的 无量无边善巧方便 随其所应 根据他们去度化众生的 这些情况 根据众生情况 利耀众生 事故 所以 妄念心灭 所以呀 他就回答这问题了 妄念心没了 灭掉了 了一切种 他们了解了一切种 正是因为妄念心灭 所以才能够了解一切种 就是众生的因种 成佛的因种 众生的心理状态 众生的情况 能够了解了 成一切种之 成就了一切种之 就这意思 那么 那么 后德至赵俗也 了俗有正真 了俗有正真 其实 故说为后德 所以我们管 这个后德至 为什么叫后德至呢 因为你了俗 了解心的生命们 是因为你正得真 正得真如之后 你才获得的 所以说叫后德至 如眼除魔 比如说这个眼睛 有一个魔 有个魔呢 看不到外边的世界 他了解不了俗 比如说外边世界叫俗 那么这眼睛有魔呢 他确确实实了解不了俗 那么我们 把这个魔去掉 这叫正真 这叫正真 把魔去掉正真以后呢 立刻就见空见色 见到 这个眼睛就看到了 色就是能够障碍住的 这些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 以及实实在在存在东西 旁边这些空 这些空 所以他见空见色 非国有先后也 没有 不是实在在真的有先的 这根本质和后德质 它时间上是有先后 因为什么呢 你想 你眼睛除魔 叫做根本质 这个根本质 就是把这眼睛的魔除掉 是不是立刻就看到了空 看到了色 眼睛以外的空色 是的 所以正德根本质的同时 就有了了俗的后德质 所以这个东西不存在前后 是同时的 魔不除 你见不到空见不到色 除魔那一刹那 空和色顿时就现了 所以它跟除魔是同一个时间 没有说我魔除下来以后 过了五分钟 我的眼睛才看到了 这个眼睛以外的对象 空和色不是 魔一除 空和色就见到 是同时发生的 它是同时发生的 它是为了方便说 是为了方便说 那么了俗由正真 故说为后德 为什么你能了俗呢 是因为正真了 为什么正真了呢 是因为烦恼障没有了 那为什么烦恼障没有了呢 其实 诸位 烦恼障是染心 染心的产生原因是无名 是所知障 所以所知障叫根本无名 所知障实际上产生了烦恼障 所知障产生了烦恼障 所知障是不知道时间夜自在之 是不知道这些事情 是一 他不了解 但是他没有能没有所 而染心的产生是因为无名越来越厉害 产生了不觉 产生了不觉就是一个不觉的主体存在了 客观 产生了不觉的主体就有这个望静 就客观产生了 所以不觉跟望静是一块产生的 而不觉跟望静 不觉就是六种染心 而望静就是染心所对的这个境界 而这个不觉跟这个望静 他是怎么的呢 不觉是因为无名 无名产生了不觉 不觉产生了望静 不觉又执着这个望静 这就是越弄越乱 越弄越乱 那么无名没了 那不觉就没了 无名没有了 我们说其实 所知障没有了 所知障没有了 无名没有了 不觉就不产生了 不觉不产生了 这个染心就没有了 染心没有了 烦恼障就没有了 烦恼障没有了 就证真了 证得真如性了 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个染心 最后一个染心叫做 夜不相应染 和最后一品无名是同时灭掉的 最后一品无名一没有 最后一份染心 就是夜 你看我们有这个直相应染 相续相应染 分别质相应染 见色不相应染 见心不相应染 根本夜不相应染 根本夜不相应染 是染心的一种 为什么叫根本夜呢 根本就是根本无名 所产生的动心动 无名是心外边的一股风 举个例子 吹动了这颗心 产生了根本夜 那么根本夜是我们六种染心的最后一个染心 那么这个染心叫做烦恼障 这个烦恼障碍我们 正得根本质 那么这个染心的去掉 是要伴随着最后无名的去掉 因为它是由无名产生 所以无名产生的时候 我们说所知杖没有了 正得了世间业自在制 当无名没有的时候 对于新的生命文来讲 世间业自在制 恢复了 同时因为这个无名所知杖没有了 它最后一品的烦恼障 最后的 最后的这个相应染 不相应染 就是烦恼障 也同时就没有了 所以应该说是 无名没有了 无名没有了 烦恼障没有了 烦恼障没有了 根本之获得了 无名没有了 厚德之获得了 所以我老觉得 应该是 无名是根 无名已没有了 厚德之产生了 因为无名是所知杖 所知杖没有了 世间业自在制恢复了 因为所知杖就是无名 这个所知杖障碍了 世间业自在制 障碍了厚德之 同时这个无名还有一个作用 它就产生了染心 这个染心叫烦恼障 它又障碍了真如根本之 就是我们说的根本之 所以这个无名有两种 有两种作用 一个是产生了 所知杖障碍了厚德之 一个是产生了染心 障碍了根本之 所以最后一品无名没有 那么以一念相应会 顿拔无名根 这无名根一旦去掉 一念相应会就产生了 这一念相应会 这一念相应会 那么就是我们说的 根本之跟厚德之 全都恢复了 所以根本之跟厚德之 说起来是二 实际上就是一个志 叫如如志 对内它正真 对外它了俗 是从功能上 是从作用上来分的 这个叫如如志 对内它能证得真如的根本性 平等性 它了解真如的根本性 对外它知道 它了解心的生面性 了解心的生面性 所以了俗正真都是这一致 说起来有根本有厚德 实际上就是一桩事情 实际上就是一桩事情 那么事故 妄念心灭 了一切种成一切种之 妄心念心 妄心就是我们说的八心 八心起作用叫心锁 心锁 所以妄念心灭 就是心王心锁同时灭掉 心王心锁就是我们说的染心 烦恼杖 烦恼杖没有了 我们才能够了一切种 成一切种之 这就回答了 这就回答了一切种之 就是你无明没有了 心相也没有了 心相没有 你怎么能了解这么大的 这么多的世界 这么多世界有这么多的众生 这么多的众生 体系中间又这么复杂 你心相没有了 八十心锁没有了 因为我们靠八十心 来了解世界吗 我们现在习惯了 我们是用八十心 来了解客观世界 那么你这个心都没有了 你怎么了解呢 他就说 那么为什么 他们能够了解一切种 成一切种之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原因呢 我们再也在一起 再把这一段 再从头到尾的念一遍 大家再回顾一下 问 虚空无边固 世界无边 世界无边固 众生无边 众生无边固 心形差别 亦附无边 如是境界 无有其限 难知难解 若无明断 永无心相 云和能了 一切种 成一切种之 答 一切妄境 从本意来 理时为一心为性 一切众生 执着妄境 不能得知一切诸法 第一 异性 诸佛如来 无有执着 则能献见诸法实性 而有大智显照 一切染尽差别 以无量无边 善巧方便 随其所应利要众生 事故 妄念心灭 了一切种 成一切种之 欧益大师的主书是这样说的 现见诸法实性者 根本至正真也 显照染尽差别者 后德至赵俗也 了俗由正真 故说为后德 如眼除魔 见空见色 非国有先后也 于并可至 圣先生都可以知道了 刚才我们在一起 把这个学习了 所以我们今天讲 那么我们今天讲 一切种 一切种之 一切种之 那么一切种之 就是佛之 佛之 就是了解众生成佛的 种子的智慧 那么我们 刚才讲了一切种之 他了解一切佛 度化众生的道 他了解一切所度化的 众生的阴地的种子状态 所以叫一切 就是一切种之 一切道 一切种 他都了解 所以叫一切种之 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 刚才我们说了 就是因为二仗没有了 二仗没有了 二仗没有了 他正得真如 正得真如的同时 那一刹那 他立刻就恢复了后德之 了解了后德之 他就了解了生死的众生时间 了解了生死的众生时间 对众生的情况 完全了解 而有大致显照一切染静差别 大致显照一切染静差别 染静差别 讲的就是世间 一切染静差别 那就是一切世界 一切众生的 这个生存状态 他都了解 为什么 就是因为能够现见诸法实性 现见诸法实性 那么你看他说 诸佛如来 无有执着 则能现见诸法实性 现见诸法实性 而有大致显照一切染静差别 他之所以能够 能够知道世间业自在制 是因为他能够现见诸法实性 才能够有这种能力 那么一光大师呢 再举个例子 举这个镜子 这个铜镜啊 镜面上本来是有光的 是能够照亮这个镜子前面所有境界的 那么因为这个铜镜呢 长期的秀实 秀很厚 而且呢 铜镜呢 是非常的坚硬 非常的 就我们大家都知道铜镜 绿色的铜镜 附着在镜面上 使着镜子好像没有光了 然后我们日式楷模 日式楷模 我们楷模 那么我们每天都在擦 每天都在擦 擦着擦着 沉浸光发 沉浸就是灰尘 铜镜 干净了 浸了 没了 光发出来了 那么 我们沉浸 沉浸的时候呢 我们慢慢慢慢的 见到了这镜子本体 这就是我们说的根本质 这是 见到了 就是说 则能献见诸法实性 诸法实性 镜子上 所有 所献出来的这些事物 我们比喻就是 法 这诸法的实性 为什么 这些 镜子的镜面 能产生这么多的事物呢 它实实在在的本性 在于镜体 我们通过 长期的擦拭 这个铜镜 把它这些灰尘擦掉 我们就看到了镜体 看到了镜体 叫根本质 看到了镜体 就是能够 现见诸法实性 哦 我们看到 所有镜面 所成的这些像 闹了半天 都是由于这个镜体 所产生的 就是 则能现见 诸法实性 看到所有景象的 本质 就是这个镜子体 那么 正是因为 我们见到了这个镜子体 原来我们见不到啊 上面有铜锈 覆盖着 那么我们现在通过擦 把铜锈擦完了 我们见到了这个镜子体的 同时 是不是这个镜 你能见到镜子体 说明这个镜子的光芒 完全恢复了 光亮完全恢复了 而有大致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镜子体启用 就产生了大致 而大致能够显照 一切染镜差别 你擦干净的那一天 那一刹那 让它光恢复了 当你能看到镜体的同时 这个镜子也就发挥作用了 能够照亮镜子前面 所有的景象 就是我们这里说的 显照一切染镜差别 也就是偶艺大师这说的 眼睛有膜 把膜去掉 就相当于把镜子擦干净 镜子擦干净 把膜去掉 我们看到了眼睛 这叫正真 同时这个眼睛 因为膜去掉了以后 它立刻就能看到 眼睛以外的景象 这叫了俗 了俗叫后德智 那么你说 我们看到了眼珠子 这叫根本智 这眼珠子向外看 能够看到眼睛以外 所有的景象 这叫了俗 那你看正真跟了俗 是不是同时产生的 所以眼睛除膜 跟镜子擦干净 是一样的 所以你之所以能够了俗 真的是由于你正真了 你正真之后 必然自然而然就带来了俗 哪有说光亮的镜子 照不到镜子前面的景象呢 哪有说那眼睛除了膜 看不到眼睛以外的空和色呢 所以这是题中应有之意 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所以后德跟诸法 跟那个根本智 要不来都不来 要来一起来 以一念相应会 顿拔无名根 顿拔无名根是因 一念相应会是果 与一念相应的智慧 就是我们说的如如智 这个如如智 正得这一念 正得这一心 那么 这个会 一念相应会 这个智慧 与谁相应了呢 与一念相应了 就是所谓跟一念相应 就了解了一念呗 就了解了这一颗心呗 了解了这颗心 就见到了诸法实性 见到了诸法实性 它肯定就能 显照一切染镜差别 这是必然的 就是像我们擦镜子一样 刚才我们举了这个例子 那么镜子插完了 见到镜体 镜子体 只要擦干净 它立刻就现 镜子前面的像 就能照得清清楚楚 就是显照一切染情差别 那么这就解释了 解释了就是 这个疑问 虚空无边故 世界无边 世界无边故 众生无边 众生无边故 心形差别 亦辅无边 如是境界 无有其限 难知难解 若无明断 永无心相 云何能了一切种 成一切种之 就这意思 它就回答了 回答了 这回答的非常的简练 就是因为它获得了根本质 获得了根本质 它就自然的获得了这个世间业自在质 世间业自在质 世间业自在质 世间当中所有众生所造的业 它都能自自在在的知道 没有障碍 自在就是 非不需要受制于别人 自己就存在 而且得心应受 自在之 没有任何缠辅 没有任何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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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自在 想知道什么 就能知道什么 就没有不知道的 没有不能的 自自在在的 非常逍遥 非常轻松 就了解了世间的业 世间的业 那么世间的业 是众生的心造的 祸业苦 因祸造业 因业受苦 那么世间的业 都是因为众生迷惑 而造成的业 那么我们对世间业 这业身口一三业 一个是嘴上说的话 一个是心理的活动 再一个身体上的活动 这三业都能够清清楚楚的认识 这三业就是我们说的 染净差别 那么这是染法 同时还有净法呢 一切能显照一切 染净差别 染净差别 那么这差别就是不一样呗 无有其限嘛 不是一致嘛 有各种各样的业 各种各样的染业 各种各样的净业 你看佛的八万四千法门 那不就净业吗 这个八万四千法门也是不一样啊 各是各的呀 那么染法就更多了 你看我们的白法 这个五位白法 那么就是一百种染法 还有净法呢 佛法 也是太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法身的法 你看我们说 这个法身的法 非依非义 不可思议诸佛之法 故说真如名如来藏 义父名为如来法身 所以如来的身是法身 法身里边都是净法 这个净法 我们怎么能了解呢 我们放下了所知障 放下了这个 这个这个 烦恼障 我们自然就了解了 所有佛的 法身的净法 以及所有众生的 心形的染法 所以染净差别 一切的染净差别 全都知道了 我们对内自己证得了法身 了解了我们 这个法身所具备的 非依非义 不可思议诸佛之法 无有断绝 我们全了解了 我们对众生的 这个染法 世间法 我们完全清楚了 那么他这里边说 显照一切染净差别 这个染 就是新的生命门 生死世间 就是一切世间 净呢 就是这些 已经证得如来的 这些佛菩萨们 他对这些的染净的差别 情况 完全了解 了解 你对净法了解 是要靠根本制 你对染法了解 是要靠后德制 靠后德制 那么所以 后德制跟根本制 根本制 了解净法 后德制 了解染法 染净差别 全清楚 正德法身 要靠真如根本制 了解这个世间业自在制 那是要靠 那是靠 要靠正德根本制之后 恢复了这个 后德制 所以 我们刚才说了 为什么诸佛菩萨 可以有无量无边的 善巧方便呢 是因为 诸佛如来 获得了静志 获得了静志 因为有静志 一于静志 能起一切圣妙境界 它是靠的静志 所产生的圣妙境界 这就是我们说 不可思议业用 不思议业用 这个东西 怎么治 它就自然会产生这种业用呢 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我们在世间是理解不了的 我们也能想 我们也想火 想火这不热呀 想水它也不湿啊 所以我们的志不是静志 我们不是静志 所以就不会有不思议的 不思议的这个境界作用 诸佛如来是一于静志 则能起 就能起圣妙境界 就能产生物质跟精神 他们就是色自在 心自在 心自在就能产生友情 色自在就能产生衣报 山河大地 花草树木和云云众生 它都能产生 有情无情 它都能产生 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 它是一于静志而产生的 所以我们原来 没学起信的时候 不太理解这一桩事情 学完起信了 你看我们知道 这个 我们 这个 一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本觉 因为有不觉 无始无明这个不觉 产生了不觉 因为不觉 我们在翻染成静 在从不觉出来 在恢复正觉的时候 恢复本觉的时候 我们产生两种项 一个叫静志项 一个叫不思议用项 静志项中 一于静志项中 就是 这个 如法修行 破何何时 灭转时向 显现法身 清静志顾 那清静志 正德法身 这是根本志 正德法身了 清静志是根本志 什么叫清静 没有能 没有所 那么 不思议用项 一于静志 能起一切圣妙境界 为如来身 具足无量 增上功德 随众生跟视线 成就无量利益 他为什么如来身 能够根据众生的情况 视线成就无量利益呢 帮助众生 就是因为有静志 那么我们不理解 因为我们也有智慧 我们也能想 你想火不热 说水 水不来 说水不湿 说火不热 所以 能一于静志 能起一切圣妙境界 我们什么时候说火 就出现热了呢 就相应了呢 我们什么时候说水 就真的 就来水了呢 静志的时候 静志的时候 当我们拥有静志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么相应 我们呼风唤雨 我们说产生物质 就产生物质 我们说让物质化掉 物质就化掉 我们说产生精神 精神就产生 我们说让精神化掉 精神就化掉 你看我们无量寿经上讲 无量寿经上讲 那么我们那时候心里头想听法 那鸟就讲法 而且你想听什么法 它就给你讲什么法 你看这叫什么 不可思议业用 一于静志 能起一切圣妙境界 这个鸟讲法是个境界 它为什么能够这么圣妙境界 就是因为你的心干净了 你的想法就能实现 一于静志 能起一切圣妙境界 为如来身 具足无量增上功德 随众生根 实现成就无量 随着你的心 就是意识 这个鸟就可以讲法 可以实现 实现成鸟 因为你能看 你看到鸟的色 你能听 你就能听到鸟的声 这都是随着你的根 实现了这些如来 为什么这些如来 能够随着你的根 六根能够实现出来呢 就是因为它有静志 所以它静志 能够显照一切染境差别 这叫照 能够以无量无边 善巧方便 那么随其所应 利耀众生 所以我们说 这个现见诸法实性 而有大致显照一切染境差别 这叫什么 这叫般若 以无量无边 善巧方便 随其所应 利耀众生 这叫泄脱 这叫泄脱 所以佛有三德 一个是法身德 一个是 这个般若德 还有一个泄脱德 这三德 那么法身德成就的是法身 不若德成就的报身 泄脱德成就的是化身 这就讲了三身 三身度化众生 那么下面他有解释第二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呢 就是 任运立生 任运立生 任运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任运的意思就是 我们查一下字典 因为我们经常在佛经当中 碰到这个字 任运呢 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悠言自在 就如同我们说自在 就说 悠言自然 就如同我们说自然一样 任运立生 下面要解释 要破除的 要解释的疑问 就是 任运立生 就自然而然就能立一众生 自然而然就能立一众生 那么这个自然什么意思呢 就是悠言自然 就如同 任运就相当于我们说自然 这自然当什么讲呢 我们看看 任运 任法之自运动 而不加入 人之造作之一言 各位同学 这就说得很清楚 所谓任运 任法之自然 自运动 任凭着法的 自己的 自运动 它自己 让任凭法的 自然的 自己的运动 而不加入 而不加 人之造作之一言 不加 不加上人的造作 起心中念 没有人的造作 是这个意思 那么 那么这 它上面说 不假造作 故约任运 任运 不假造作 不需要造作 这叫任运 那么任运立生 那么我们正德如来之后 正发心之后 那我们那个时候 立以众生 在此之前 我们叫做起心动念 是靠义和义时 来立以众生的 是有造作的 是有运法 是从我们主观上来讲 是有生老病死 从客观上来讲 是有成诸坏空 是有运法 有运法是生灭法 那么正德正发心之后 这些菩萨们 度化众生 是什么 自然的度化 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人的主动创造 造作来度化众生 来度化众生 完全是凭着 法治自运动 法治自运动 这个法就真无法 完全靠着真无法 自然而然的运动 那么是这个意思 所以叫任运立生矣 我们还是读一遍 这个起心 看看这个疑问 马明菩萨是怎么提出的 问若诸佛有无边方便 能于十方任运立意 诸众生者 何故众生 不常见佛 或读神变 或闻说法 答如来 时有如是方便 但要待众生 其心清静 乃为现身 如静有垢 色相不限 离垢则限 众生一耳 心畏离垢 法身不限 离垢则限 离垢则限 那么这个意思 偶一大师的著述是这么说的 文艺可知 前面这段文字 也是可以知道的 可以读得懂的 问 但离新垢 便见法身 偶一大师自己问了 可能是他的学生 因为他这个列网书 是跟着几个学生 一起来起草的 这几个学生 一起来问 欧宇大师 那么问 但离新垢 便见法身 只要 这个但就指的意思 只要我们离了新的垢 就并垢 就烦恼 就是烦恼 和所知 就是我们新垢 但离新垢 只要离了新垢 便见法身 我们就能见到法身了 那么何须念佛 观佛 称名 礼拜等 那我们干嘛还需要 什么念佛呀 观佛呀 称名啊 就持佛名号 或者是礼拜佛呀 拜佛呀 为什么呢 答 佛是先证我心性者 佛是先在我们之前 就证得我们的心性 我们今天没有证得我们的心性 我们没有见性 那么佛已经在我们之前 证得就是你的这颗心的心性 念之 观之 称之 礼之 四件事 念它 观看它 称名 念它就是想它 观它就是看它 称之就是拿嘴来念它的名字 礼之用身体来 来顶礼它 结是除新构之妙方便也 都是除去新构的 非常妙的 好的 的方法 好的方法 就这意思 那么这就说 为什么 我们再回到原文 说若诸佛有无边方便 我们先说 他不前面说了吗 以无量无边善巧方便 随其所应利用众生 你说佛有无量无边的善巧方便 根据他 所去度化的众生的情况 来帮助我们 那么为什么 你既然这么说 佛有无量无边的方便 诸佛有无边方便 能于十方任运利益诸众生者 你刚才前面不是说了吗 一念 便往十方一切世界 礼敬诸佛 唯唯众生 请转法轮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十方就讲他活动的空间 没有限制 他是自然而然的来帮助众生 而且他有无边的方便 他有很多的办法 从主观上来讲 他有手段 他有能力 他有办法 从他的活动空间上来讲 十方法界 都能够自然而然的帮助众生 那么何故 那为什么我们众生 不能常见到佛呢 为什么我们不是 常见就是永远见到佛呢 既然他有这么大的方便 他的活动空间又十方 那么我这地方肯定包括 就是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 肯定是在十方之内 那么我们应该在佛菩萨的 活动范围之内 那他既有无边的方便 他又在我们这边 我们又是他的这个度化的范围 那为什么我们见不到佛呢 我们不能常见佛呢 那为什么我们只能三千年前 这八十年见到释迦牟尼佛 从他三十岁正国 一直到他往人家实现 实现灭度 这五十年的时间 我们为什么只有这么短的一段时间 而为什么只能在印度 这段时间 我们才能见到佛呀 为什么我们不能常见佛呢 我们见到佛了 祸赌神变 我们看到佛的神通变化 六神通 祸文说法 或者我们听他讲法 那么祸赌神变 就是身 三轮嘛 口轮 意轮 身轮 祸赌神变 就是身轮 祸文说法 就是口轮 那么我们 身口意 佛用身口意来度化众生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见到佛的 神变呢 我们要能见到佛的神变 看到佛的神变 那多增加我们的信心呢 那我们对佛的存在是 多坚定啊 这种信念 你能让我们看到他 那比你讲半天都行 要不然我们不相信有他存在 他要出来让我们看见他 他的能力 他的这个 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 那我们肯定就相信他存在 相信他存在 我们就愿意学嘛 就愿意听他的 愿意跟他走 否则的话 那不就只上谈兵吗 谁也没见着啊 对吧 那么祸赌神变 祸文说法 如果说 何故众生不常见佛 祸赌神变 祸文说法 为什么众生 不能永远的见到佛呢 为什么众生 不能看到佛的神变呢 为什么我们听不到佛讲法呢 既然你是说 他有无边的方便 他又能在十方 任云利益 诸重圣者 从来不休息 无断无绝 那为什么我们看不见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 他的神变 为什么我们听不到 他们的讲法 答 回答了 如来实有如实方便 确确实实 有这样 你刚才说的方便 无边的方便 能够在十方 任云利益 诸重圣者 这没问题 这没问题 那么但要 待众生其心清静 乃为现身 但就是指 要待众生其心清静 要等待你们的心清静了 要依据你们的清静心 要等到你们的心清静了 乃为现身 我才能为你献出我的身 如镜有构 色相不现 就和那镜子脏了一样 就是我们说 前面举的铜镜 着秀了 如镜有构 色相不现 这镜子什么也看不见 构出则限 当你把这个镜子 这个锈的锈石的东西 给它去除掉了 你就看到了 就举例子 如镜有构 色相不现 构出则限 那色相什么时候才能看见呢 等你把镜子的锈构 污构去掉了 你就看到镜子所成的像 众生一儿 众生也是这样的 心未离构 心就相当于镜子 心没有离开这个尘构 就是我们说的烦恼账 锁之账 法身不现 法身是看不见的 离构则限 你离开构了 你就立刻看到了 佛的法身 就这意思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佛 为什么佛不能来到我们这 度化我们 没别的 问题不出在佛菩萨这边 问题出在 我们的心没有离构 那么印光大师 在文超精华录 这本书里边曾经讲过 这个昊月立天 昊月立天 佛菩萨就像明亮的月 挂在天上一样 地球上 众生心如水 众生的心像水一样 如果这个水 老在那动 老在那动 就相当于我们的心 没有离构 没有离开烦恼账和锁之账 月亮下不来 月亮印不到这个水里 那么如果我们的心 离开了烦恼账和锁之账 那立刻这月亮 就印到我们的水上 就这意思 那么你不是说 月亮没有罩着你这盆 冻的水 罩着呢 从来 印光大师说 从来就没有离开 你这个冻的这盆水 一刻也没有离开 那么之所以下不来 是因为你心在冻 你什么时候 把这个心冻 去掉了 就相当于我们这儿说 离构了 则陷 立刻月亮就陷下来 就和镜子一样 所以镜子也罢月亮也罢 都是一个道理 都是一个道理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 这叫离构则陷 所以就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佛 为什么佛不能到我们这来说法的原因 那么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 你看我们净徒 经论当中说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那么就见了佛 就堵了 堵就能看见吗 堵就是看见 堵他的神变 你看我们 临终的时候 如果我们念佛 念到一心不乱 或者念到功夫成变的时候 我们就见到佛了 佛放光 接我们走 这都是他的神变 而且佛来到我们眼前 跟我们商量 什么时候接我们走 你看那个 宋代的迎客法师 那就是说 他在念佛念得很专一 三天吧 就见到佛菩萨 那佛菩萨就跟他说了 你还有十年的阳寿 他说我不要了 我这十年阳寿我放弃了 我跟着人去西方 弥陀佛说那行吧 那三天之后 我来接你 所以迎客法师 从这个 从这个官方出来 就跟他的 这个这个这个 同修们 就跟那些出家师们 就说三天后 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 那你说这个时候 迎客法师所见到的 这个不就是 霍文说法吗 就是阿弥陀佛在说法 所以那么我们之所以见不着 佛不能来到我们这 跟我们说法 就是没别的 就是我们的 有杂念 如果我们能做到 如果我们能做到 心未离构 如果我们能做到 心离了构 构就是杂念 我们要能离了构 心里面没有杂念 那么一佛念佛 现前 当来必定见佛 现前就是现在 当来就是死的时候 往生的时候 一定能见到佛 那净土经是这么说的 在这里边 我们也找到了根据 那么他的学生问 那么离构便见法身 那我们干嘛要 我们知道 我们心离构不就完了吗 离构我们要见到法身 那为什么 我们还要念佛呀 心里还有想佛呀 义佛念佛 为什么还要观佛呢 对吧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称名呢 嘴里还有称颂佛的名号呢 为什么还要身体比拜佛呢 佛是先证我心性者 你靠自己的力量 让心离构不就完了吗 你为什么要念佛呢 你为什么还要加一个佛来念 来拜 来想 来观呢 你就好好地把你的心构去掉了 不就见到佛的法身了吗 不就见到法身了吗 这叫靠自立 靠自己心 靠自己的力量 把自己的心构去掉 但离心构便见法身 靠自立 何须念佛 观佛 称名 礼拜等 这就是靠自他而立法门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欧毅大师 是这么解释的 佛是先证我心性者 佛是先 在我们之前已经证得我们心性了 证得我们心性了 证得我们心性之后呢 我们念他 我们观他 念之 观之 称之 礼之 劫是 除心构之 妙方便也 全都是除心构的 非常好的方法 非常好的方法 那么 这就是讲 这个句子 欧毅大师这个句子 是很好懂 但是这里边道理是非常深 道理是非常深 那么我们念之 观之 称之 礼之 是除心构的 最好的方法 那我们所谓心构 就是烦恼障和所之障 那么烦恼障呢 就是有能有所 能的是众生 是人我 所呢 是法 法我 那么 我们有人有法 有人我执 有法我执 我们在这个修行正道 像当中 我们就要克服这些东西 对人的执着 叫直相应然 直相应然去掉了 又对法的 这个 相续和 分别致相应然 这两种人 那么这个法再去掉了 我们就走到了不相应然 走到了不相应然之后 走到了不相应然之后 我们第一个要克服的就是色 见色不相应然 第二个克服的就是见心不相应然 现色不相应然 见心不相应然 最后一个根本也不相应然 那么我们念佛 观佛 称佛 礼佛 观佛 称佛 念佛 礼佛 这四个动作 是非常妙的方法来离构 来离构 我们 所谓构 就是 有念头 这个念头 就是我们八十心王 跟他所起作用 妄念心 妄心是八个心王 念心五十一心锁 妄心产生念头 叫妄念心 八加五十一 咱们说五十九 这都是妄心 就是心构 我们利用这个心构 我们利用这个念的能力 我们有身口意 我们的意 就是我们的念 我们的口 就是这里边的称 我们的眼 就是这里边的观 我们的理 就是我们的身 六根 我们用这六根 这六根本来是烦恼的表现 这六根 是因为我们有六十 所以因为我们有六十 最后我们才产生了六根跟六境 三六一十八 叫十八戒 那么我们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夜系苦相 是夜系苦相 是因为我们有造身口意的夜 最后产生了这六根 是夜系苦相 是苦的表现 是苦的载体 是承受苦的主观 是承受苦的主体 谁在承受苦啊 就这六根 那么这六根是因为有液才产生的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夜给它换了 还是利用它的这个身的六根 我们还在造业 但是这时候我们造的业 造的是什么业呢 就是念佛 观佛 称佛 跟礼佛 那么我们念佛 观佛 称佛 礼佛 怎么就能把新构去掉了 这不是利用 本来这是烦恼啊 你能说话 你能思想 你身体能动 这都是造业 你现在怎么造这个业 就能把新构去掉 这不是还在造业吗 那么 这个 这个 就是 我们起心论当中 到快结束的时候 他说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 这个 生活的环境很差 风雨不食 这个 风不调雨不顺 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 该刮风的时候不刮风 就自然环境很差 风雨不食 这是讲的我们 祝此娑婆世界众生 这个风雨不食 积金等苦 积金 灾荒啊 吃不饱啊 这是讲客观环境 而 或见 不善 可为众生 或来看到 不善的 令人害怕的 这些众生们 那些咱们的比比都是 这个世界 不善的 搞自私自利呢 这个 这个 搞贪嗔之慢呢 搞坑蒙拐骗呢 天天造十恶业 不善可为 害怕的 气被善道 放弃善道 十善业 放弃佛法 污蔑佛法 放弃善道 习行恶法 习行恶法 每天都在干恶法 起心中念都是恶 自私自利 是非人我 习行恶法 菩萨在中 心生雀诺 雀诺 菩萨在这个 苏婆世界 看到这样一种环境 客观环境 跟人世环境 这么差 产生 为难情绪了 菩萨在中 心生雀弱 胆怯跟懦弱 恐不能成就 清净信心 恐不能够 直语佛菩萨 不能够成就 我们的信心 成就不了信心 我们就碰不到 佛菩萨 碰不到佛菩萨 我们怎么能够成就佛道呢 那他说 应作试念 他说 所有在娑婆世界的这些菩萨们 你们应该这么想 应该如此的 考虑这样一种事情 十方诸佛菩萨 具大神通 无有障碍 十方菩萨 十方佛菩萨 具大神通 你看这就是什么呢 先证我心性者 这些佛菩萨们 具大神通 这就非常了解 非常了解 神通就没有不知道的 十方诸佛菩萨 具大神通 就是他能够知道 你的存在状态 你看他不是吗 而有大智显照 一切染境差别 他知道你在生活在 这个染的 缩破世界的状态 他具大神通 无有障碍 没有障碍 没有东西能阻碍他 了解你的情况 能以种种善巧方便 就拔一切 险恶众生 你看以无量无边 善巧方便 随其所应 利耀众生 这个齐群的后边 会讲到这 他说 十方诸佛菩萨 具大神通 无有障碍 你不要担心 他不知道你 他肯定知道你 你干好事他知道 你干坏事他也知道 能以种种善巧方便 就拔一切 险恶众生 你不是在 险恶当中吗 哪还有比 缩破世界 更危险的地方呢 哪还有比 这里边的人事环境 更恶的呢 待在这样里 这样一个 状态下的众生 能够以种种善巧方便 就拔 一切 险恶众生 那你是他 其中之一啊 一切他都能 就拔 没问题 他第一个 他了解你 第二他有办法 把你就拔出来 但是他有条件 十方诸佛菩萨 巨大神通 无有障碍 能以种种善巧方便 就拔一切险恶众生 做事念仪 你这么想完以后 你这么认识之后 做事念仪 发大事愿 注意 信愿型的愿出来了 发大事愿 一心专念佛际菩萨 信愿型 行出来了 前面这个 十方诸佛菩萨 巨大神通 无有障碍 能以种种善巧方便 就拔一切险恶众生 出为是什么 信 做事念 以发大事愿 一心专念佛际菩萨 念 信愿型 以生如是决定心 当这颗心产生了 信愿型这三心产生了 以生如是决定心 决定心就是我们说的一心 也就是我们起码要功夫成片 以生如是决定心 决定心不动摇啊 一心念佛就是不动摇的心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一心念佛就是讲的决定心 没有旁顾了 不琢磨别的了 决定了 定下来了 坚定的心 以生如是决定心 故于此命中 必得往生于佛差中 在这个世界命中的时候 就结束这下生命的时候 必得一定能够 得就是能够往生于佛差中 往生到其他的佛 的佛差里面 见佛菩萨信心成就 永离恶趣 你看 见佛菩萨是不是就是离构则限 因为你念佛 你到了于佛差中 到了于佛差中 你能见到佛 你看 这是往生于佛差中 见佛菩萨 信心成就 永离恶趣 见佛菩萨 心离构了 见到佛菩萨了 信心成就 见到佛菩萨以后 信心成就 就信成就发心 信成就发心 诸位就登地了 原教就是出注 那么顿教就是出发心注 信成就 永离恶趣 永远离开恶趣了 什么是恶趣 什么是恶趣 严格的说 实法界都恶 永离恶趣 就离开了 实法界跟你没关系了 那这是不是就一生成佛呀 成得如来呢 见佛菩萨 信心成就 信心成就 诸位我们学了起信人 诸佛种姓 圣因相应 就是正定句了 就一定能成佛了 诸佛种姓 圣因相应 这叫正定句 那么他已经具备了佛种 他不再是凡夫了 圣因相应 成佛的圣因 你拥有了 叫正定句 那么偶遇大师是说 念之观之称之理之 结识除新构之妙方面 为什么 妙在哪里呢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 这么险恶的环境 你通过这么简单的方法 念之观之称之理之 你把你的新构除掉 就是一心不乱 或者是一心不乱 或者理一心不乱 或者功夫成变 你就能蒙佛的进 到他的国度去 到他的国度去之后 信心成就 永离恶去 难道这不是很妙的方便吗 那么我们想离新构 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离 很难呀 那么我们要通过念佛 观佛 称佛 礼佛 我们好像 跟离新构没什么关系 但是久而久之久而久之 等你到临终的时候 佛菩萨把你接走 到了那以后 信心就成就了 到了那以后 再也不堕落恶去了 这是不是妙方面呢 你为什么到那里 永离恶去 因为你心里没够了 你为什么会落在恶去当中呢 就是因为你心里有够 你看 通过这种念观称礼 是不是就把心够去掉 心够不去掉 你能不去恶去吗 心够不去掉 你能成就信心吗 所以 信解行政 这是分别修行正道相 是修行的正道相 全在这一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好了 临终的时候把你接到那 信成就 信成就 出发心之时 变成正觉 出发心之时 变成正觉 那么 我们前一段学习过 圆融跟行步 圆融呢 就是 修行的法门 有圆融法门 也有行步法门 那完全是根据众生的不同的根基 有些是圆融根性的 上来就给你讲一秤 佛秤 行步呢 是修行的分布 如果你不能接受一秤佛法 那咱就慢慢来 三秤 声门秤 圆觉秤 菩萨秤 那么三秤跟圆融 这行步跟圆融 这是不二啊 叫不二法门 圆融就是行步 行步就是圆融 那你要是不二的话 干嘛要分成两个呢 那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它就是二啊 它又一样 又是一 所以二而不二 不二而二 那么我们说 我们念佛这个法门 是极圆极顿 为什么 因为你通过念佛 观佛 称佛 礼佛 你被佛接到他那个地方去 就成佛了 你念这一切佛是因 成佛是果 所以你就是一秤啊 那就是一秤啊 你就是圆融教啊 你们不用走行步了 不用在修行的分布 先生文后圆觉再菩萨 你这一生佛号就成佛 这就是净土法门 这就是念佛法门 念佛法门是极圆极顿 圆融教 圆融的 不用再走行步了 不用那么啰嗦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刚才我们学的起心论这一段 走的时候 佛菩萨把你接走 到那去 信心成就 信心成就 是不是就信成就发心 信成就发心 少得见佛法神 那见佛法神 那不就是出著吗 四十一位法神大师的最低品位吗 那就是我们说的理心不乱 那么 那有些人三倍九品 到那儿 他不可能成法神大师 他还是凡圣通居土 还是凡圣通居土 但是 它是圆融的 他这个凡圣通居土 他从形步上来讲 四土 那先得从凡圣通居土到方便土 从方便土到 到这个 最后到长济光土 时报庄严土 长济光土 四土 这是行步 他这步 他这四土就是一回事 四土就是一回事 那么 刑步跟圆融 我能不能举个例子 便于我们理解呢 我们在这设想一个例子 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你比如说我们坐火车 坐火车 从北京到南京 如果你要是直达车呢 中间不停呢 那你是不是在北京上了车 就等于到了南京 对吧 那因为什么 你中间不下 也倒对 因为他就不下来 再下就是南京 除非不下 要下就是南京 因为他直达车 中间不停 那中间我还经过河北 河南 江苏 我才达到江苏省的省会 南京 那火车肯定要开过这四个地方 最后到南京 但是跟您没关系了 你河北呢 就是凡胜通济土 河南呢 就是方便有余土 江苏呢 就石堡专业土 到了南京呢 就长济光土 成佛了 初发心之事 则成正觉 正觉不就是 成了如来的吗 不就生活在长济光土上了吗 那你在北京上了火车 是不是就到了南京 你说我还要需要四个小时动车 那是时间 时间是假的 你在北京上车 就等于到了南京 所以你一上车 叫初发心之事 则成正觉 再下车就是南京 就成正觉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你在北京上车 你就成了正觉了 虽然你还在河北 连河南都没到 但是又成了正觉了 因为中间没有 不在下 而这个三秤 三秤 三秤就是说 生本源觉和菩萨 那它就是曼车呗 就普通快车呗 它得停三站 一个是河北 石家庄 一个是河南 信阳 再一个是 这个江苏 徐州 它要经过这三个 这三个叫行步 修行的分布 那是不是最后 也到达南京 也到 从到达目的地 这个角度来看 你看 这是不是不二法门 你上火车 直达也罢 我走 停三站再到 也罢 停三站再到 南京 这叫行步 修行是有分布的 一步步来 那么这个直达车 是一上车 就到南京了 这叫一秤 佛秤 那一上车就到南京 一发心就称佛 那么我们这个 坐慢车的 他没发着心 说我要称佛 我只是发着心 从河北 先从北京 走到石家庄 我没想到 这车走到南京 到了石家庄 我再想着去河南 信阳 我发的是这心 然后是到了河南信阳 我再发着心 到江苏徐州 到了徐州 成熟了 菩萨之后 再往上走 我要到南京 成佛 所以 他 叫三秤 你叫一秤 是因为你上车 就想成佛 你明白 我就是要去南京 成佛 是我对中间的 什么 什么石家庄 信阳 徐州 我不感兴趣 我就奔着南京去 这叫圆融根性 那有些众生 他不行啊 你一说成佛 他就麻烦了 你看我最近 跟一些朋友聊天 我还年轻 我觉得 我还是想 这个 谈个恋爱啊 成个家庭啊 有个孩子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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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享受一下人生 那 那你说这种根性 他就不是一秤佛性 他不想成佛呀 他还想在这个世间 错不错不错 但究竟不究竟不究竟 是一秤吗 不是 不想成佛吗 想结婚 想要孩子 好好享受生活 把人间的乐 都要享受 要不然太冤了 来此一趟 那么这种众生 这种朋友 那他就不是 他就没有成佛的 这个 这个根性 你看海贤和尚 他21岁出家 给他剃了头之后 就让他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海贤和尚 一个字不识 但是他就是想念佛成佛 没有二心了 知道了也别说 他的师父跟他说 那90多年就只念这一句佛 你说他不是成佛 他不是成佛这颗心 他怎么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 放弃明文的一样 放弃俗间的时候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 还是哀政 无论是经济条件好 还是经济不好 无论是这个 最后 最后有信众 还是没信众 无论是有钱 还是没钱 他这句佛号都不变 那 这不就相当于 这个火车 从北京到南京 他路过这路过那路过这 这么多地方 他都不下车 他都不为所动 什么都是假的 你河北的石家庄 你河南的信阳 你江苏的徐州 都是假的 只有这句佛号是真 只有南京是真的 不就这意思吗 就这意思 那么这是妙方法 因为我们会念 因为我们会观 因为我们会理 因为我们会称 这都是烦恼的表现 这都是烦恼的造业 我们正是用这个 所熟悉的造业机关 我们最熟悉的 这个从早到晚 这个最能干的 最得心应手的 这些方法 来干嘛呢 念佛 而佛呢 具大神通 没有障碍 他知道我们在念他 哪有我心中之佛 不度佛心中之我呢 我在他心中 他在我心中 我念他 理他 撑他 观他 就是要念 就是要赶他 赶他到最后 他把我接走 而我所用的方法 都是造业 我原来是起祸 造业 因业受苦 我现在是 有智慧了 方便智 妙方便法门 你说他是祸吗 他是祸 因为你起心动念嘛 阿弥陀佛也是念嘛 那这个是非常方便的方法 非常好的方法 我用我起心动念的能力 我念谁 我念佛 这个能力我有 你让我把念头去掉 我去不掉 但是你让我拿念头 去念某一个东西 这要比我去掉念头 那太容易了 是吧 那这太容易了 你说我能吃饭 这是能力 你说让我不吃 这太难了 你说你光只能吃米饭 这好得多呀 他起码是吃啊 这个我熟 所以我们有起心动念 我们心里有想法 我们嘴里能说话 我们身体能动作 我们的眼睛能看 这就四根了 这四根都射 射在佛 射在佛身上 射在佛号上 射在佛身上 射在佛的形象上 那么这个东西 为什么他妙方便呢 就是在你走的时候 他把你接到那去 一旦接到那 因为你这么四个东西 一弄 就相当于坐直达车 你念的是佛呀 你观的是佛呀 你想的是佛呀 你理的是佛呀 就和我上了车 我想的就是南京 我念的是南京 我去的是南京 我想的是南京 我嘴里说的也是南京 我就去南京了 所以这叫易佛称 所以圆荣跟刑部 就这个意思 其实圆荣跟刑部 它目标都是一个 最后称佛 那么你看我们 起信的当中说 这个 分别适时 熏众生的时候 令众生厌生死苦 随即堪能取无上道 根据你自己的能力 去走向无上道 根据你自己的能力 去南京 随即堪能 根据你自己的能力 去南京 有些人的能力 他就直接上了直达车了 这就是信净土法门的 这些众生能 一生念佛成佛 随众生根 就是说 随即堪能取无上道 无上道不是就佛吗 根据自己所能接受的法门的 自己的接受能力 去奔向佛的国地 那我们净土法门 那就是最方便 最好的方法 如果我们念佛 我们这个能力是随即堪能 是在这些取无上道的众生当中 能力最强 最具智慧 最难能可贵的 这个众生 觉悟的众生 他采用了这样一种法门 这么方便 这么善巧 这么简单 这么安全 就成佛了 效果这么殊胜 你说这种众生 那是一般人吗 那不是一般人 所以偶尔大师和这个 所以印光大师赞叹 不值得本 累劫难逢 那都是过去生当中 累生累世积累的 不知道多厚的德性的根本 你没有德性 你不是累劫 种植了这样的 培养了这样的德性的根本 这么厚的德 这么大福报的法门 你怎么能够学 你怎么能够 用这种法门来修行 你不是说有关系 你不是说认识这个大领导 你怎么能够在春节春运的时候 就买上这么一个软卧直达车 就回家了 对吧 这一票难求啊 现在到了春运阶段了 你说这火车多难求 您还别说直达车 您现在有车票就不简单 那你要是没有关系 不认识人 是不是 你没有这个福报 你怎么就那么轻而易举的 得到了这么一个直达车 四五个小时就到南京了 早晨发车 中午就到南京了 那别人还得什么导车吧 这个做公共汽车吧 从火车换汽车吧 从汽车再走到家 这个路途的特别疲劳 走很长时间才能走 所以它不是妙方便 所以我们读到这一点以后 我们相信诸佛菩萨巨大神通 没有障碍 我们相信他能以种种善巧方便 就把一切险恶众生 我们这个信心建立起来以后 做试念 也就树立了这样的信心之后 发大誓愿 什么叫大 我一定要利用这个法门 把生死解决 这叫大 要解决生死这件事情 是大事 发大誓愿 发完大誓愿之后 一心专念佛及菩萨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 念之观之称之理之 二六时中不理佛号 就是我们荧光大师说的 从朝至暮从暮至朝 这个行入坐卧穿衣吃饭 一句佛号不令间断 这就是称名 持名法门 最方便的 不影响工作 不影响休息 不影响学习 不影响生活 你看 从朝至暮从暮至朝 行入坐卧穿衣吃饭 你看 时间上没有妨碍 干事上没有妨碍 生活生活不妨碍 工作工作不妨碍 所以这是妙方便 而一生成就 所以这是一秤啊 一秤中之一秤啊 缘中之远 顿中之顿 这太简单了 完全是用我们 能够起心中念的这个习惯 非常巧妙的 把这个瓶子里边的酒 一换成阿弥陀佛 原来是贪嗔吃满 全起的这个念头 我们现在把这念头一换 还是念头 换成阿弥陀佛 还是这酒瓶子里边的酒可换了 那还是酒可换了 所以这叫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所以这个方特别好 特别好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是把这一段讲完了 就是正发心之后 正发心之后 提了两个问题 一个呢 叫做一切种质的这个疑问 再一个呢 就任运立生的 可能会提出来的问题 今天呢 就把它全部给了解释完了 所以正成就 正发心就结束了 那我们分 我们解释分当中 起心论一共五分 第一分呢 叫做音 第二分叫利益 第三分叫解释 解释分当中 又分成三部分 第一个叫显示实意 一心而有二门 第二一个呢 这个破除邪指 就任我见法我见 这两个邪指 第三一个呢 分别修行正道相 分别修行正道相当中 发三心 一个是信成就发心 一个是解心发心 还有一个正发心 三心原发 三种心发完 就成了如来了 正则佛国 我们今天讲完了 讲完了这个正成就 正发心 讲完了正发心以后 那正发心就成不来了 就是信解行正 就叫修行正道相 因正则果正 这是成佛的因 信解行正是成佛的因 那你看我们净土法门 信 解 做事念以 你看说 十方诸佛菩萨 具大神通 无有障碍 能以种种善巧方便 就拔一切险恶众生 这是信 做事念以 这么想通了以后 这是解 发大誓愿 这是发心了 发心了 这是什么呢 信解行 行呢 这发大誓愿是异行 异业 思想上行动起来了 就是我们说的念之 发大誓愿 异心专念佛及菩萨 这就是我们的口验 异业口验 以生如是决定心故 于此命中 必得往生余佛差中 正 信解行正 也是一样 所以这一句佛号 就是修行正道相 它囊括了 信解行正 它是一称 它这句佛号 包括了信 包括了解 包括了行 包括了正 包括了解 所以它是特别方便的法门 叫妙方便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佛已经证得我们心性 在我们之前 我们念它 想它 观它 理它 称它的名号 就是要跟它求感应道教 就是想借助它的力量 在我们临终的时候 升到它的佛过渡去 称到它的佛过渡去 我们是脖底凡夫 一品烦恼都被断掉 我们到那去 见佛菩萨 信心成就 永离恶趣 信心成就 从原教就是出发心注 那么从建教来讲 起码也是出发心 出信 出信与生死边 七次往返 就跟时间没关系了 到七信位 这是建教 到七信位 生死就了了 那我们到了这个 与佛差中 起码起码是信成就 起码起码是建教的出信 建教的出信就永离恶趣了 生死就没关系了 生死是六道啊 出国 就跟生死边 做七次往返 人天 所有世界 七次往返 生死就解决 就七次往返 不会说再堕落到 这个六道里边 永远出不来了 那建教的出信菩萨 就相当于 这个小教的 小乘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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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托汉 出国 那么 也就七次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方便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凡圣通局图 所以 这个法门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无论从建教的信位 还是原教的出发心注 都能够得到 利益 都能够达到 都能够达到 那么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正成就呢 正发心的也讲完了 我们从明天开始 我们从下一次开始呢 讲到这个启信论的 第五个部分 这个第一部分是做因 第二部分是利益 第三部分是解释 第四部分叫修信 第五部分叫做利益 我们从下一讲开始讲第四部分 这个修信分 修信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先讲到此地 谢谢大家 第二部分的详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